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我们继续讲这部论典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没有摧毁自私自利的自我的心 那么我已经出卖给 也就是说严罗十足 无数的痛苦 这个大家也应该通过上师的教言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论典应该是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大乘佛法的教育 也没有遇到善知识的开始 的确是以后在轮回当中 还不断地漂泊 守护 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这个原因 他这里也讲了 就是作为我们狂妄的心 你曾经多次的 成千上万次把我抛弃 怎么抛弃的呢 因为当时以自私自利的心 造各种各样的弥天大罪 最后业力果报 成熟现前之后 让我堕生累戒 或者说成千上万次 堕入三恶趣当中 我就是抛弃三恶趣当中 当然我们在这些恶趣里面的时候 当旁生的时候 有衣食的痛苦 或者说无有自在的痛苦 地狱的时候有寒热的痛苦 饿鬼的时候有饥饿的痛苦 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已经无数次 那么这些无数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颗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今天我已经认识到 已经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呢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特别坏的人 他做的无恶不足 最后一旦发现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不得不惩罚他 一定要所有的这些罪恶 在他面前一一地给他算清楚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今完全发现了 自己无始以来 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感受了各式各样的痛苦 而这些痛苦的唯一的来源 就是我们这颗心 我们世间当中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给你作害 那么作害 一旦发现 我们对他有仇怨 结上一种仇怨 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已经想起了 你这样深处大愿 或者救出心愿 我完全就已经发现到 你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已经害我无数次恶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 依靠大乘菩萨的这种 非常尖锐 强有力的对质力来 进行摧毁你所有的自我之心 这个自我之心没有摧毁的话 那依靠他 我们没有一个不造恶业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都可以想得起来 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心 非常强的话 那你造恶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定会造恶业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有了自私自利的心 用身体来杀生 邪淫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恶业 也会自然造的 然后口里面说恶语 骂人 说鸡语 妄语等等 这样一来 那么我们的来源 全部是真正的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自私自利的心所造的业 真的是绿绿的 是千百万次 非常多的世间当中在受苦的 不是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 仅仅是给别人说一个恶语 那这样的罪业 如果我能回忆起来 那就无法想象的 无法描述的 非常可怕的 以前也讲过 乔美仁波切在禅修的时候 他有一次经常在眼前 显现出一种白色的狗 最后的时候 他就完全能回忆起 自己五百次的整个经历 最初的来源就是 以前他在当做圣人的时候 骂别人是狗 然后以这个果报 在轮回当中 五百次转生为狗 最后一次的时候 说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有一次一群商人在吃饭 最后这颗白狗特别饿 他去那边偷吃 偷吃之后这群商人已经发现 发现之后 他们就惩罚他 马上活活地埋在地里面 当时阿难尊者亲眼目睹 这间吃之后他就进行操毒 然后操毒之后 逐渐以操毒的力量后 逐渐转生为后来 伟大的大臣 乔美仁波切 这是他亲自自己以前 当过狗的经历 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真的是 骂人可能是很多人的悔 那这种特别可怕的 《百业经》里面可能你们也记得 也有一个木狗的故事 当时法王如意宝 边讲边让我们发誓以后不骂人 即使骂人 给别人不用饿狗 或者老猪等等 这些特别难听的外号去上 如果这样 那这个果报也是非常可怕的 当时《百业经》里面 可能是这样的吧 有一个施主 他有一只木狗 但是这个木狗有个特点 外道的人来的时候 他特别不高兴 内教的人来了以后 咬着尾巴迎接 非常喜欢 有一次舍利子通过神通见到 施主度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 然后他前往到那里去 化缘的时候 木狗非常欢喜的姿态来迎接他 那个时候施主想到 旁生对他怎么样恭敬 那我这个人应该恭敬 这位应该是大的 然后他就迎请尊者 请他迎供 最后对他说法之后 施主已经获得了圣者 运游过的果位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来 这个木狗对他的恩德很大 然后请求舍利子 也对他进行传法 后来这个木狗就死了 死了之后尊者说 你把这个尸体 他的骨架以后保存下来 这是有价值的 有用的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木狗在施主家里 转成一个女孩子 他长大之后 显得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豪漫 就像现在城市里面 有些女孩子一样 好像死亡 在心里面根本没有 痛苦根本没有 特别傲慢 当时舍利子和他的施主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学佛 他不肯 后来原来他前世的尸体 也就是说木狗的骨架 拿来让他进行思考 后来通过这种因缘 他真的想起来了前世的经历 那个时候他特别害怕 傲慢心马上就摧毁了 然后在尊者面前听法 后来获得了鱼柳果 获得鱼柳果之后 他就进行出家以后 获得阿罗汉果位 很多比丘就问 为什么他又变成木狗 又变成阿罗汉 那么快 这个因缘是什么样 当时佛陀说 在加世佛的时候 一位精通三藏的 非常了不起的比丘尼 就像现在有些汉地的大法师 也有钱 也有才华 也有势力 什么都有 然后他就专门办一个道场 里面供养一些比丘尼 吃的 穿的 全部在道场里面对他们供养 最后有一次 这位法师有一些祭司 这个时候他要求 寺院里面的这些比丘尼众出来帮忙 这个时候诸僧众 也就是说 这些比丘尼说 说 我们现在正在念经 断了法缘 然后给你这样做事 是不合理的 我们念完经之后 再可以给你帮忙 结果法师生气 然后骂他们木狗 你们这些跟木狗一样 我每次对你们照顾得不好 我现在有祭司的时候 你们一点都不帮我 我以这个果报因缘 五百世当中转成木狗 现在就是最后一次 最后因为当时他木狗的时候 对尊者生起花季心 以种种的因缘 当时在家世国尊者的时候 也出家 以种种这样的善因缘 现在获得阿罗汉果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的的确确也是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也有一些好的因缘 也有一些不好的因缘 我昨天为什么说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当中 尽心尽量地做一些善事 也有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经常起心动量 所作所为 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 也有时候 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生子 遇到这么殊胜的对境佛法的时候 也造一些善业 所以善业和恶业 俱舍人里面所说的化业 就一直在中间 开始给我们进行 造作来世的命运 所以大家真的是 如果每一个人能想起我们的前世 恐怕是特别可怕 也有在地狱里面 战转不停地受过痛苦的 也有在恶鬼当中 各种各样的痛苦 都保障过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来源我们贪执自己 贪执自己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了 真的如果有智慧的人 一观察 自私自利的心在无私的依赖 在我们的岁月当中 确实是害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想起来 为了自己的安乐 自我的这种安乐 造成其他的恶业 那这个痛苦 一定会是自己感受的 所以孟宝仁波切有一个教言 说是 一切愚昧之凡业 贪恋片刻之安乐 一切愚昧的这些凡业 他们就贪恋片刻之安乐 从而造作罪恶业 结果感受无边苦 他们因为贪执暗乐 造作罪业 造作罪业之后 感受无边的痛苦 那么这个来源 全部应该说是我们自己的 自我保护的 这样的心 所以大家应该想到 取舍因果一定要了解 现在我们所作所为 尽量不要造这些恶业 尤其是以自我的心来造作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好的世界 所以说 这些甚深的教言 大家应该明看于心 如果长期不断地这样修持 就像地水船舌一样 逐渐逐渐我们坏的习气 坏的毛病 慢慢断掉 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我们有些人说 哎呀 我现在好孤独啊 上师啊 就是没有你在身边 我就是多么困难啊 我住在学院当中多好啊 其实真正上师舍受你 或者依止善知识的 主要的作用就是上师的教言 如果上师的教言 随时随地的你来对照自己 上师的身体 不一定在你的身边的确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 有些上师什么教言都不说 但是整天都是在上师身边 觉得很有安慰感 或者是有安全感 因为上师在这边 所以我不会堕落 一直就这样感觉的 但是实际上上师 通过身体来度化众生 除了一些独觉 或者一些大成就者以外 不行的 应该是上师的语言 上师的这种语言 我想我们现在 在书本上也是有 然后现在各种饮品 舍品 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法 在机器上面是有的 所以说我有时候想 一直上师的话 一定要每天都是 有一个上师的教言 这种信息自然地出动你 你的所作所为 每天都是有一些上师的教言 这种不离开的话 这就是一直上师 所以现在大城市里面 有些人真的是工作忙 家庭压力比较大 生活接触也快 这样一来 真的到一些山里面 或者说一些具有修正的上师面前 一直有相当大的困难 但是也有一些方便 应该现在有些佛法 真正的一些 像五国广尊者 孟仁波切为主的 前辈 高僧 大德们的这些教言 也有文字上的描述 也有一些现在 身影的这种佛法的旋律 那这样应该是 一直上师的机会 时时都是有 你坐车也是听上师的教言 你到哪里去 只要有时间的时候 哪怕是一句教言 你每天都是对自己观看 那这个对你来讲 完全是一直上师 否则 你整天都是跟着上师 上师也一句话都不传 整天都是跟着上师 那除非有些真正的大成就者 他就表示一下 他或者用什么样 用鞋子拖他来给你考一考 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 马上顿然开悟 这种情况是 极少数都应该有的 但一般来讲 这不是常见的 因此我想大家应该 上师的这些教言 始终都不要离开 这一点 现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方便的 应该随时都要观察 下面就是说 精通对治方便法 分两个方面 略缩和广缩 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学习《入行论》的过程当中 应该多对照一下 其他的一些讲义 然后与自己的思维和分析 结合起来 这样以后真正是 里面的有些内容完全明白 否则我们有极个别的人 可能是这样的 听说外面的有些人为了叫作业 为了在菩提协会当中不开除 就是表面上这样 但实际上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学习 这是比较遗憾的 因此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 我有时候这样想的 现在所谓的佛法 真正通过这样的语言来了解 这不是特别容易 大家这个机会应该利用起来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有过 在上师面前听法的时候 他觉得 这是没有什么的 但现在回忆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不管是 不用说我们上师如意宝那样的大成就者 其他的一些上师 我今天算了一下 我们以前在听法的 很多上师都已经圆寂了 好多就已经圆寂完了 然后现在一想 哦 每一个上师 他有不公共的功德 当时没有感觉到 他的教言那么殊胜 都有这种感觉 我想你们在座的人 在过一段时间 很多上师也离开了这个世间 那个时候每一个上师 所讲到的这些教言 应该是有价值的 但是那个时候真正能得到 也有困难的 只有可能书本上都稍微好一点的 其他的话 现在我们所谓的地位地 威斯地 这些过了几年以后 全部就报废了 我们学院里面以前上师 和有些其他法师的课全部录音 然后过了五六年 现在一方 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所以有些声音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文字声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留在文字上 再过也许有因缘 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以后还可能存在 所以有时候真的上师的教言 昨天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道友 他也是一般的出家人 他是在法晚大概十四年 十四年当中 每次所听到的法 上师中间讲下来的一些教言 全部记录下来了 然后记录下来 这次出了一本书 我们听起来 我们看了以后 哦 当时法王说过这样的 很多有种体型和基因的作用 但是当时我们也不感觉 这么多的人一起听着的 但现在看起来都是 我这句话是在什么年说的 就是那几月份 那什么时候说的就根本想不起来 所以有时候有了文字 可能好一点 除此之外 很多都会消失的 所以现在我想 我们有了这样机缘的时候 大家应该认认真正地听课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略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想真的想保护 就是想喜欢自己 或者说让自己珍惜自己 让自己快乐 快乐幸福 那么这样 你不应该自爱 执著自己 这个可能有些人 觉得有点相伪 怎么想自己想快乐 对自己不执著呢 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深深地去思维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有这种说法 知者求乐因 愚者求乐狗 意思就是说 一般有智慧的人 他创造安乐的因 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有很多学者 他暂时再这么痛苦 也是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深造 最后他获得他的快乐 而愚者他眼前的 就是一点点希求 所以完全求的方式和目标 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 生生世世当中 乃至在未来的一切时日当中 想圆满快乐 没有痛苦 过得非常幸福 那这样唯一的办法 你最好是现在不要喜欢自己 每天都是所作所为 都是围绕自己而奋斗 为了自己而开始操心 这样不但得不到 反而让自己推到非常可怕的深渊当中去 因此这是最好的一种教言 让我们真正要勇士地 想获得快乐 那你一定要摧毁自我 吴光尊在有些教言当中 《道格》里面也是说了 若不摧毁我之山 永无灭尽迷乱世 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永远都是没有 摧毁自私自利的这种 像三万般的我之 每个人的我之是挺大的 大家应该自我感觉的大 如果没有我之的话 我们都处于很快乐的境界 可是有了我之 始终都是忐忑不安 如果我们彻底摧毁了我之大善 那这样迷乱的 种种痛苦 恐怖以及灾难 当然消失的 可是很多人现在都是做不到 所以说 以前欧义道士也说过 说是内不见于我 则无有能 意思就是说 我们内心当中 如果没有见到 我的不存在 一切的修行 不一定是成功的 一切的奋斗全是为自己 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人也是这样 自私自利比较强的话 不要说大的事情 连坐车也很困难的 我坐比较舒服的地方 你坐不舒服的地方 那这样以后 这种人的这种人格 很多人都容易被发现 之后他的事业不圆满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先一定要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的话 这种人是获得快乐的 我前一段时间跟你们讲过吧 真的我有甚深的体会 去年我们开同学会 已经礼拜二十年 结果大家聚会的时候 每个人谈自己在 二十年生涯当中的一些经历 我们两个出家人 当时也可以算是放得下 什么工作 钱财 家庭全部都放下了 然后就算是出家了 结果我们两个正以为放下的原因 这二十年当中 饱伤的痛苦是最少的 其他人这二十年当中 有些是工作不顺利 有些家庭婚姻不正常 还是这么说 然后有一个同学说 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所走的路全部是坑坑坎坎坎 什么说是 弯弯曲曲 讲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比喻 然后有一个人说 我的生活根本算不上是最好的 应该算是最差的吧 我在这里感受了如何如何的痛苦 好像每一个人都讲了 学许多多的一些内心的痛苦 我当时确实这样想 当时我们也并不是 我们现在也并不算什么 修得很高的境界 这个都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世间的这些很多事情 当时因为看得破 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颗心的力量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应该过得还是很快乐的 比较而言的话 很快乐的 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 作为出家人也好 作为在家人也好 如果我们完全对自我的维护 自我的爱知 执著 完全能放得下来的话 那他的快乐的过 自然而然会现前的 但关键就是 我们很多人都放不下来 如果我们放不下来 越来越追求的话 那幸福永远也是得不到树立 以前世间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富贵的人 他经营财宝 有一大袋 然后他背着财富 千三万岁他就寻求幸福 但一直找不到 后来累得不行了 在一个天地里面遇到一个农夫 他农夫 就只有好像一堆财物放在那里 他就问 我一直寻找幸福 实在是到不到怎么办 那个农夫他插着插着汗 他说你只要放下来 幸福自然而然会出现 后来他这一句话忽然开悟 然后将自己的金银财宝全部马上布施 当天他晚上睡得也很好 很多事情心里面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自我的负担 自我的压力 真的每一个众生来讲 越支出越痛苦 这是亲身的感受 并不是佛教是 佛陀是这样说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每一个人在这么多年当中 自己的经历可以证明 如果你对任何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 这是一定要越来越执着 那就非常的痛苦 现在世界上很多年轻人的感情 也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这是我的人 这不能放下 一定要抓住 在这个时候 他心里面的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 或者用比喻来说明的 一旦他觉得这是无所谓 这种除皮囊 到处都可以找得到 他一旦生起了这样放下的念头的时候 那快乐的眼光 当时会出现的 因此说 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就是想自己 保护自己 呵护自己 或者永远不愿意 得受各种畏惧 痛苦等等 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你要护制他人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这样 想护制自己 谁都会 就像自己的眼目那样 不管别人说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 这是我们唯一的第一个念头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凡夫人的一种做法 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要保护自己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力地 护制别人 如果护制别人 利益他人 那这个时候自己的快乐 自然而然会出现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说过 若有成就 利己者 暂时利他乃窍诀 在一个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 不说什么其他的 就是要想保护自己 我表面上 或者暂时帮助别人 自己的这种快乐 自然而然会现前的 所以世间当中是 只要有一种利他的心 其实这种人 在世间当中很难得的 所有的人 非人 天龙宝布 以及所有的护法僧 都会保护他的 以前我看见一个广帝 有一个法师 他说 他小的时候 一直一个藏传佛教的上师 然后上师告诉他 你一心一意地利益众生 然后你自己的快乐 诸佛菩萨会承包了 就不用担心 其实这个话 还是听起来比较怪怪的 但实际上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其实任何非人 包括他教下财的威尘 天王也在顶待 为什么说 现在一些大菩萨 有些上师的衣服有加持 他的头发有加持 他的舍利有加持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利他的心 有了利他的心 非人也是觉得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此凡是他接触的 所有的这些威尘 都恭恭敬敬地顶待 所以我们有些上师 真正相续当中 有菩提心的一块衣服 也是戴在身上 那很多邪魔外道和妖魔怪怪 不敢害你 这是有关《地藏十论经》为主的 一些教言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说 我们发大乘心的人 不管是住在哪里 就是当地的佛塔 没有佛塔的话 很多非人 整天都是转绕你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真正的高僧大德 来到哪里 有成千上万个人 对他恭敬 敬礼 我们人也是在这样 但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非人 更是很多的 对他恭敬的 如果一个人表面上 只是高僧大德 胡佛 了不起 但实际上自私自利的 心特别强的话 人也看不惯 过一段时间 他的所作所为 暴露无一 人也看不惯他 然后所有的非人也看不惯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真的 我们在世间当中 为了利益众生 自己无条件地奉献一切的话 世间上所有的人们 也是逐渐逐渐会帮助他的 我们有些人 不管是办慈善也好 传法也好 利益众生也好 只要没有自己的义分 不是为自己命 利 财 不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人是比较聪明的 刚开始他讲的 怎么样片花乱嘴 慢慢慢慢 知道他内在的想 如果他自己的任何目的 都没有 很多人一定会对他 也是伸出志愿的树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的 利益伏地心的威力和功德 不可思议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心 在谁的心相续当中生起来 真的是非常可贵的 这个菩提心 谁的身份也好 这些都不管的 男人 女人 不管是谁的相续当中 如果菩提心生起来 那当下就会获得成就的 以前《妙华莲华经》当中 也不是有吗 当时文殊菩萨在龙宫里面 传授大乘佛法的时候 当时知己菩萨 觉得有点不合理 不太心 因为你发这么殊胜 在龙宫里面能不能接受 但后来说是龙宫里面 八岁龙女跟机很好 她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当时应该是在舍利子吧 舍利子有点不信 怀疑 认为她一方面是旁生 还有女人成佛 这么快是不可能吧 当时生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龙女拿着珠宝 现前在佛前 然后问 我这个珠宝供养佛陀 快不快 当时知己菩萨和舍利子 都说是非常的快 当时龙女说 我成佛 因为她当时相续当中 真的是生起了利他的菩提心 我成佛的世间更快 当下变成南相 然后前往五个刹土 实现成佛 向好圆满 所以我们这样的菩提心 任何一个人 这个中心也不分 不管是黑人也好 白人也好 藏族也好 汉族也好 任何差别都是没有的 老人也可以 年轻人也可以 这种利他的心 谁在相续当中生起来的话 虽然我们可能像八岁龙女那样的根基 这种有没有也不好说的 但后来的一些历史上 以前我们也写过 密宗一些成就者的女士 男众 女众都成就得相当多 这些成就的人都是 相续当中有特别殊胜的利他的心 然后对密法的信心和一些上师的信心 作为因缘 获得成就的 因此大家应该自己 有一种充满自信 充满什么样的信心呢 只要是我的相续当中 自己自私自利的心能摧毁 是帮助众生 护持别人的信念已经生起来的时候 那我也是真的成了如来的中心 同时我也一定会利益众生的 有这个心 我想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这种人即使你最后 离开人间的时候 也不用害任何众生 自己也应该自己 获得快乐 下面刚才讲的对治方法 略缩和广缩 首先是断除身体的贪执 然后善用身体的方法 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也讲 胆知身体的过患和 胆知不合理分两个 首先第一个 胆知身体的过患 正式宣说和唐说 首先是正式宣说 胆知身体的过患 下面就是讲我们 对自己的身体 因为自己 前面也讲了 我对自我的身体 对自我的心 要放弃的话 就是不能贪执自己 现在许许多多人 贪执身体是特别可怕的 那么如果你特别地贪执 越来越盈切地护持 爱护 或者说保护自己 贪执如身 不清净 具有三十六种 不清净元素的身体 如果你这样 那越来越趋弱退堕 越来越趋弱 非常可怕的境地区 就是越来越变坏了 而且现在我们这样 腐朽不堪的身体 你越来越贪执它 它越来越会脆弱的 现在世间上 大家应该清楚的 本来身体也没有什么可贪的 我们在学习 很多大乘论典的时候 大家在理论上 应该会明白的 身体不管是皮肤也好 里面的血肉也好 还有骨头 全部一一分析的时候 就像这一品当中 所分析的一样 也没有什么可贪执的 但是如果我们 用各种饮食 或者说一些衣食 来一一地对它满足 悲伴地对它装饰 那这样的话 它就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脆弱 它不听话 我们世间上 很多人可能也自己发现吧 我身体只有一件衣服的时候 这个身体还是很听话的 它就有种满足感 可是条件如果越来越好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 今天穿一样 明天穿一样 他就越来越不听 他要求就越来越高 这是现在大城市里面 很多人的身体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古人他只有一件衣服 一天吃很简单的饭 那就完全都已经足够了 就可以了 但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不行 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花样很多 要多少个菜啊 每一个菜的颜色 味道 色香味 全部要十全十美 为了达到这个 要花多少钱 花多少功夫 所以人们内心的痛苦 自然而然增上 这一点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清楚的 所以在龙猛菩萨也说了 不禁自行吃身体 藏满喝不起 不清净的身体 充满肮脏不堪 那怎么会对他不生起厌烦心呢 你越来越对他挨制 它就变得越来越可怕 现在有些人想做增容素素 作为美容 想把这个越来越变得很好看 但结果越来越出炉不堪 美国有一个 他已经做了好多次素素 好像我看见他光是鼻子 都是做了六次素素 原来是典型的黑人 然后现在变成白人 但白人就越来越做很多很多素素 最后就变得越来越丑陋 现在都变成鳄鬼 或者是魔鬼一样 自己都根本不敢出来 已经变成这种了 所以我们身体 有很多愚本的人 觉得这个装饰 这个打扮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 有各种花样的有一些东西来 开始觉得自己可能 保健品 各种化妆品 不断地使劲地用 用了以后 反而过敏 反而特别难堪 所以身体真正从它的本质上看 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大家应该清楚 它没有任何价值 反过来说 我们如果对身体使用起来 应该作为比较坚强的话 其实依靠身体的确是 也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时候身体也跟精神 这两个应该对比起来 就是精神如果比较坚强的话 身体再脆弱也是可以用得上 以前有一个叫邪昆山 可能你们很多道友也知道吧 他的这种遭遇 很可怜的 十六岁的时候 遇到高雅殿已经烧毁了 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残毁人 两个手臂也没有 一只腿也没有 逐渐逐渐 一只眼睛也没有 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心里面应该说是比较坚强的 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一种自信 充满自信 但后来他用嘴里面含着笔 开始不断地画画 后来他的画画 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而且还要他嘴里面含着笔 不断地写自己的字转 字转有十多万字吧 所以后来真的是 如果我们一般的人 那就可能真的 当时已经夸下去了 但世间人当中真的有这样的 心力比较强的 虽然身体已经 遭到了各种的痛苦 但是没有夸下去 没有夸掉 我在青海的时候 也知道有一个人 有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 他所有的手指 全部都没有 他在二十七年当中给学生 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学生 在一个山沟里面 但这个人很坚强 他拿着笔笔的时候 也是夹在笔笔 然后海盘上写的时候 也就这样写 下来之后 他自己写字也好 打电脑也好 什么都是 只有手指都是拳头一样 但是他真的是对教学生 各方面能力很不错的 远程教育也是他不断地搞 说是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我想有些修行人 出家人 尤其是大乘修学佛法的人 稍微身体痛一点 今天我头痛啊 明天我肚子痛啊 不舒服啊 然后我现在闻思也不行 背诵也不行啊 今天也随难教 明天也随难教 那这种方法 真的是不行的 身体虽然他是 出炉不堪的一种东西 可以说像圣天论师 所说的那样 什么人苦重生生 安乐有他气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身世众苦气 如何众持生 有这个教言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 是一切痛苦的明气 就没有什么可贪执的 但是依靠这个身体 对解脱 对整个修行 也可以成功的 因此说我们从正面来理解的时候 对身体不要贪执 现在世间上上下下的人 不贪身体都是没有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 从此之后你不要穿衣服 也不要看自己的身体 自然而然虚空挡自衣服 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们对身体 不要过于贪执 如果你过于贪执 那就依靠这样的因缘 造下很多的恶业 最后在轮回当中 也是不能获得解脱 所以这样的道理 现在世间当中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 谁会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有人说不要贪执身体 他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身体不贪 该贪的就是身体 可能很多人是会这样想的 所以这是愚昧无知的人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这里 大家也应该一直想着身体的过患 下面呢 身体也就是说自身 自身如是脆弱 自身如是脆弱的话 那么自己的贪欲 也就是说 欲望心越来越增长 如果我们自我非常脆弱 没有对质力 没有智慧 这样的话 自相续当中的欲望心是很强烈的 现在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稍微有智慧的人 虽然没有完全断掉他的所有烦恼 但是他一般对财务也好 对地位也名声不是特别的贪 有些脆弱的人 有些可怜的这些人 甚至在这个世间当中 没有一个不贪的 他的贪爱是越来越增上的 那贪爱越来越增上 最后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 整个所有的大地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地球上的 所有的财产 权力 地位 全部都是一个人拥有 其实这个人还不会满足的 佛陀在《佛子相维经》里面 也有这个比喻的 比如说有多少水 全部流入大海 但是大海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然后火焰 它能吞没多少个草木 但是烈火 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同样的到愚人 他享受了多少个妙语 但不会有满足 不会有喜满愚足的时候 所以说真正得到满足 的确也是没有的 就像萨迦班智道所说的那样 如果不知足 整天都是求财富的这些人 不会有一个快乐的时候 他的痛苦不断地 降下雨水一样 不断地会领土 不说我们一般的 世间当中的 像以前《我入王》 他能通知整个四大不足 整个善界的一切财富 他拥有的 跟地势天平起平坐的 但后来一切都不满足 最后落到地上 而死亡的故事 在《世尊广传》当中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想 世间当中的任何财富也好 名声也好 贪得越多 最后满足感是越没有的 现在世间上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有个别地方的一些修行人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一般草皮房 或者说一些简单的房子 九十年代的时候 木头房子 现在开始用一些装魂结构 要求越来越高 在一个年代的时候 不知道要求是什么样的 所以以前大城市里面有一段时间有了自信切 大家都觉得 啊 我们家好富裕啊 然后过一段时间有了摩托车 哦 我们家很不错啊 但现在还要买车 然后有了买一些国产的轿车的时候 啊 我们家还可以 但是还要进口的车 然后有了进口车的话 不行 我们一家还要飞机 有这个要求 以前法王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很多家家户户 他们对轿车 当时是无所谓的 但是有飞机的话 很羡慕 哦 那个家是真正的富裕 有飞机啊 当时法王有一次 也是坐城市人的飞机 一方面他享受 享受 一方面当时也说了 摧毁这些人的贪欲之心 真的是特别可怜啊 很多人有了飞机的话 可能最后还要想什么 大家也应该 最后啊 火箭啊 说什么 佛国说 飞电啊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的 欲望是永无知境的 以前民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不知道 在这里合不合适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人和牛 还有狗和猪 然后天老爷准备给他 分别给宿命 然后首先给人 宿命的时候 当时给他二十五年 然后给牛 给宿命的时候 给他分四十年 牛他要求十五年 然后他说我只要十五年就可以了 然后二十五年人要上去了 狗需要十五年了 然后又人要上了二十五年 已经五十岁 七十五年了 然后最后住的十五年 他自己也是 我说我只需要十五年就可以了 不愿意活很长时间 最后都人要了二十五年 总共人要到了一百年 一百岁 但实际上人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人真正他自己拥有的岁数 从一岁到二十五岁 所以那个时候过得比较快乐 真正自己的寿命 然后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 因为是牛的水啊 人经历各种各样的 比较沉重的一些压力 家庭的各种食物需要做的 然后五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 这是狗的寿命 所以在家里看孩子 看门 经常是狗的生活 然后从七十五岁到一百岁 这是猪的寿命 所以人一般都是 主量吃喝以外 什么事情都是不能 在家里一直躺着 所以我们人不该要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快乐 我们现在很多人 可能已经过了 享受其他的生活了 这是民间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我们人 有时候真的所有的 虽然我们藏地有这种说法 有草的时候 牦牛会发疯的 有钱财的时候 人会发疯的 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以前发牦牛的时候 也的确是这样的 草越来越多的时候 表面上看了 这些牦牛应该很听话的 但那个时候好像发疯了一样 吃一点吃一点就跑了 就特别难放 人也是这样的 按理来讲 这些富裕的人有钱了 应该是他 舒舒服服地听话 但不是这样的 有钱的时候 他又要搞一个徒子 又要结一个项目 特别痛苦 特别累 所以人比任何一个 其他的众生更可怕的 所以我们 尤其是学过大乘佛法的人 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觉得 基本上可以 不能太过于追求 如果过于追求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财物 你一个人享受 恐怕也是不一定满足的 所以佛陀在音缘评里面也说了 天降粮食 珠宝鱼 多贪凡夫 夜难住 即使天上加下了 各种珍宝的鱼 贪欲特别可怕的人 不一定是满足的 因此我们自己就经常观察 到音厅的时候 应该自己就自住了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真的不自住啊 有了平房就不行了 要落房 有路房又不行 要别墅 有别墅又不行 在那里还要建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就特别的痛苦 所以到一定时候 自己有一种满足感 随缘而转 你自己的修行很重 光有一个满足感不行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想 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的 大家尽心尽力的 每天都是修一点法 尤其是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就光是听了 然后理论上有点点分析 还是不行的 理论上的有些分析 你真正要死的时候 还是用不上 尤其是人越来越老的时候 这种感受比较强烈的 一边听一些佛法 一边发心 修行 这个很重要的 一定要把理论上的东西 随时都用在世间上 这样的时候 就真的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虽然追逐欲妙 但是永远也是 不可能得满足的 反而自己都是 非常烦恼 痛苦 许许多多的人为了 希求自己所想到的对境 始终得不到 因为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最后自己也是不知道 怎么样希求 特别的痛苦 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也是应该 有一种智慧来控制自己 看看我现在所追求的 是不是永无知情的 如果这样的话 在世间当中 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世间人面有些智者 真的自己也是能观察 一切所谈的对境 不太合理的 但有些人一直迷迷糊糊的 根本不清楚 因此如果现在世间人们 所谈到的 不管是名也好 舍也好 一些财富 如果在圣者的眼里 真的这是非常肮脏的事物 对他来讲 一点兴趣都是没有的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特别贪执这个地位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就特别想追求的 或者有些人想贪执 世间的一些财物 也特别贪执 但是这些都是在圣者的眼里 跟不经费没有什么差别 麦彭仁波切在《军贵教言》里面 也是说了 与父所谈知诸法 一切知知不贪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凡夫人看着美食 或者一些好吃的东西 整天都是像老舟一样 贪执一直想吃 想用 但是对于一些圣者的眼里 这些都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贪的 就像我们小孩对玩具相当地执着 但是大人的眼里是什么样 大家都应该清楚 所以凡夫人今天所贪执的 不管是漂亮的衣服也好 交车也好 或者是地位也好 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什么可贪的 你贪了之后反而有痛苦的 这一点道理上先要明白 道理上明白之后 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逐渐逐渐会了解 这以后我们的珍贵菩提心 不会上市的 菩提心不断地增长 因为菩提心搞不上去的 唯一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贪执自己的身体 与身体有关的很多 世间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看不破 这样以后 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 还是很重要 这样认为的 但一旦我们修成了一些 真正的一些网恶的这种话 或者是利他的 或者说是一些 在执着少欲的这些教言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谈经 就没有什么执着 所以我非常地佩服 我们有些道友 真的是自己 看破很多的地位 财产 家庭什么都放下来 让一心一意地 在这里闻思修行 这是在世间当中 现在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当中 是很难看破的 但有些人有了这个机缘之后 希望大家经常要祈祷 不要褪失这种信心 褪失这种信心是很可惜的 因为人的心的力量很强 你褪失信心完了以后 你不一定带下去 所以有些人 有一直寄进环境的这种机缘 所以以后也不要随随便便 离开这样殊胜的对境 然后有些人虽然没有这样 现在也是在红尘里面 在大城市里面 一边做自己的一些琐事 但一边我们有闻法的机会 也是多生内劫当中很难以得到的 也不要退失信心 不要舍弃这种机会 所以我想真的是 我们凡夫人一点贪执都没有 全是像圣者一样 看见任何一个对境的时候都如若不动 这种现象都是很困难的 但一般来讲 你学习了很多佛法之后 可能所贪执的对境是没有的 我们有时候真的也觉得很快乐的 除了一杯茶以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贪的一样 感觉很不错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这次在商店里面转了很长时间 但是也没有给你买到任何东西 觉得很惭愧 我说 我们自己去转的时候也是买不到什么 不要说是你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自己 可能作为出家人 他要求不高 没有什么的 但在家人可能也不相同的 他逛商店 有时候这个要买 那个要买 可能什么都要想 生活的希求性 慢慢慢慢减少 自己内心当中有不可思议的快乐 所以我想 我们很多人的所求没有 也就是说 没有更高的愿望 痛苦是没有的 所以到达这样的境界 不是什么修正的境界 一般来你看一些大乘佛教以后 很多道理会明白 明白之后 觉得世间的名 财 这些都是 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自然而然会明白的 所以我想是 上师如意宝的加持吧 就像我们学院里面 也是有这么多的修行人 整天都是日日夜的闻思修行 闻思修行的气氛 最近也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冬天的天气很冷 但是我看到很多男众女众 每天都是从早上 五露点钟都开始起来背诵 然后晚上很晚的时候 还是一心一夜地专注这种经论 有时候看到以后 听到以后 真的内心当中 还是非常的舒服 觉得人生真的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经历 全部用在一些世间赚钱 其实人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离开人世的 所以你倒是离开人世的时候 又带着什么样的善根呢 很难说的 所以大家有了机缘的时候 千万不要劣迹颠倒 一定要祈祷传承上师 让自己内心当中也是想 我们凡夫人的心 是很容易变化的 就像高山的景气一样 随着夜里的风而飘动的 因此我们自己 应该经常祈祷 自我坚强 这样修行会成功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了他干什么的 mah了 时不必有了 所以今天链上去 没什么事 请再读 Santo 让我们一起去城市 和中消失 天长1 天长3 天长3 天长4 天长4 天长7 天长4 天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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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长7 天长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